我们这次亚太亚裔的联盟 就是叫做Asia Pacific Dental Federation Asia Pacific Regional Organization 简称为ABDF、ABRO 它是涵盖了28个亚洲太平洋的会员 那这个组织呢已经超过了57年的历史 那最重视的就是各亚太地区的口腔卫生 补充医学、医疗、保健的提升 跟它的整个愿景 我们都在做很大的努力 跟共同的一些交流 跟一些联系的一个结成一个伙伴的关系 据我们所了解 目前28个国家里面 我们将近已经超过了24个国家 目前还在陆西的报道之中 所以基本很难得来的缅甸 举这个例子 缅甸来了八九位 因为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参加 Cambordia、柬埔寨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些个国家呢 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 亚太地区算是第三世界的 比较穷困一点的国家 口腔卫生、保健、口腔医学 稍微还比较比我们其他的国家来 稍微还比较低落一点 所以这次真的很难得 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还特别感到 尤其这一次最感动的就是大陆 中国大陆他不是我们的会员 其实也来了超过两三百个会员代表 所以我们也感谢着他们的来参与 一起来做一个学术性的交代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 包括我们台湾的口腔医疗水平这么高 我们长期以来的 牙医界的先进同才们一直强调的 如同跟国际上是同接轨 就是一直强调口腔卫生、保健、预防 尤其是怎么样促进改善你的口腔卫生 永远是提醒你的口腔卫生保健 越是照顾得很无为不知的话 你就比较会减少很多内科方面的疾病 例如我们的心脏病 最近有一些报道 各位应该都有注意到 会有一些口腔卫生不良 有牙周病的患者会间接性的 或者是在我们不小心之下 会有跟心脏病的感染会有关联 那当然跟肠胃方面的直接关系是更明确 所以说是在我们再次的 借用这次的大会的主题 呼吁大家一定要用最安全的刷牙方法 最正确的刷牙方法 还有一些正确的牙科器材的产品 一起来保护你的口腔健康 这是我们共同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最后一点我们当然还是很感谢 除了高禄杰 还有101的Dental Implant System的公司 还有维登公司 我们总共有很多位大的厂商